好 那麽這題的話 它是問的是那個時間的比 它說 如果從這個53度 羊腳拋出去到37度 從這裡到這邊的飛行時間 花的時間叫做TY 而且對應到這個 反而視為它是一個牽直上拋的運動物體 有沒有 它從這邊到這個時間 就相當於從這樣的牽直速度 變成這樣的牽直速度的這段時間嘛 一樣的 對不對 好 再來 再從你的37度的羊腳 飛行到這個平方的最高點 那如果把它投影在牽直方向來看的話呢 就相當於就是 以這樣的速度 二十分之九的速度 變到多少 變到0 對不對 因為最高點 所以相當就0的意思 所以這題目就得問你說 把一個東西用五分之四比0這樣拋出去 拋到二十分之九比0 這個要算這段的時間 跟什麼 跟你從二十分之九的這個速度 再把它拋到最高點 停下來的這段時間的比 好 可以喔 好 那你想 其他全程的這個加速度有沒有一樣 都一樣啊 它都是九點八往下 對不對 所以怎麼算這個時間呢 所以馬虎卡 用個最快的方法 就直接用什麼 用兩點之間的什麼 速度差 除以到了什麼 加速度 可以嗎 所以就是我們直接在講一個很實用的方法 你看喔 一個東西如果假設重量加速度9.8 你用一個初速19.6 牽直上泡 請問你幾秒都可以到最高點 19.6 從16.6變成0 你的速度上變19.6 那一秒鐘是要減9.8嘛 所以19.6只要減幾個9.8就上去了 兩秒鐘 對不對 就是這樣做 那上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定義喔 你看你複習一下 同學都學過嘛 什麼叫加速度 是不是速度變化量除以時間 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算它的時間 就是用什麼 這兩換個位置 用速度變化量除以什麼 加速度 這是我剛剛所講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講什麼 是速度的什麼 的變化量 不是末數喔 是兩點間的速度的那個差值 相差多少 可以嗎 好 那因為你可以發現全程的這個G 是定值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基本上喔 你要比時間 只要比什麼就好 只要比它的dataV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定值啊 大家都不一樣喔 好 所以你看喔 所以T1比T2 來馬上有什麼 是用第一段的速度的變化量 去比上第二段的速度變化量 這樣子可以嗎 那這個地方注意喔 如果今天你考慮那個data的話 理論上我們的標準的這個定義 data叫什麼 叫做末減初 所以其實這段的dataV是負的 對不對 因為後面的速度比較慢嘛 其實速度比較快 那因為我現在要的值 它的量值 我現在不用管方向 我現在只管它的大小 對不對 那不然我這樣好了 我加個絕對值 可以嗎 這個沒什麼 就是一個表示法而已 OK喔 加了絕對值之後 我就可以馬上怎麼樣 我就大的減小的 我就不一定要莫減初了 你知道聽懂嗎 好 讓你們試試看喔 從5分之4比0 變成20分之9比0 那速度變了多少 我就大的減小的 5分之4比0 對不對 減掉20分之9比0 這第一次的速度變化量 再來 從這邊到最高點 但是下面就是從這邊到這邊的時間 對不對 上去的時間 所以從20分之9比0 變成0 那這個最簡單 就是20分之9 可以齁 那我現在把比0消掉 除以下這個數字 所以叫做20分之好 同分4 4 16 16減9 7 下面就是多少 就是20分之9 然後再把20消掉 OK 所以答案多少 9分之7 所以t1比上t2 就是7比9 那題目先問的是它的值嘛 t1比t2的值得以多少 答案就是9分之7